看到的結果就會是我們要的 第一個先把UI介面做出來稍微調整一下 第二件事就是說我要把這個地方按鈕兩個按鈕實作 實作的方法前面大概有一些固定的做法我們已經講過了 所以就直接來看好了 把它打開來 那我剛講過有幾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宣告 宣告什麼呢 因為我有兩個按鈕所以宣告兩個button 那這兩個button名稱就是B01 B02好了OK 然後再一個imageview imageview的名稱我叫做imgphoto 這個就是物件名稱 那有上面有這三個底下是不是要做連結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跟前面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這個是宣告 我宣告在哪裡呢 宣告在痊癒區 就是extense activity的下面 這個是固定的位置 那當然你也可以有些書裡面 會把它宣告在區域 所謂區域就是宣告在這個地方 也是OK的 可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宣告在區域的話 將來要給其他方法去存取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有時候我懶得去 再去管那麼多的時候我就乾脆放在這裡 有時候的也比較不容易出錯 OK 接下來的話就連結 那另外的話 因為我需要知道什麼幾個訊息 當我按下一張的時候呢 我要能夠存取到那一張圖檔的路徑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在你存取那個什麼呢 存取圖檔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一個呢 這個地方 他會跟你要什麼 要一個圖檔 那圖檔特別重要 他不是跟你要一個路徑 他會跟你要什麼呢 這個應該是 edit source src 他實際上會跟你要的是什麼呢 跟你要的是一個 id 特別重要 就是說呢 因為我拖拉把圖 拖拉到哪裡呢 拖拉到那個 這個拖拉到哪裡 拖拉到這個地方有一個 Drobo裡面的話有沒有 它 是一個實體的位置 可是在android裡面呢 他會幫你重新再 做一個動作 就是說在 g 這個geno 這邊有個geno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什麼呢 一個r的 大r的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主要做什麼呢 就是說 就是說他會幫你 如果你有個實體路徑 他會幫你重新編號 也就是說你把它匯入進來 這個檔會自動產生 所以這個檔你不能亂殺 你把它砍掉的時候 你這個 你這個app就毀掉了 你拖拉進來 它會自動產生什麼呢 就是產生這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 img01 它等於什麼 等於後面的16進位的一個 一個整數 也就是說 你這個拖拉進來 它就自動幫你 增加這一行 那以後的話 你的路徑就變成一個整數了 而且這個整數是唯一的 就是不會重複的 那我們怎麼去存取 就是把 這一個整數值 給 那個image view 去顯示 它就可以抓到了 所以特別注意 那這個檔 沒有試的話 不要開 也不要去編輯它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 自動產生的 enjoy 如果你有丟 檔案的話 進來 它會自動幫你 產生這一些 除了這些之外 各位也可以看到 另外就是說 還有一個 什麼activity man Layout 如果你在Layout 裡面 有 其實它 這個地方 也是用什麼 所以你在程式裡面 可以看到 在哪邊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 就是set content view 當你uncreate的時候 它也是去 去抓什麼 R裡面的 這個 有沒有 去抓裡面的Layout 裡面的這個 activityman 那抓的時候 他就去 到這個大 裡面找找看 這個Layout 有沒有個Layout 有Layout 有沒有這個名稱 有這個名稱 它對應到的 就是這個詞 這個詞是代表什麼的 實際上就代表的 就是底下的這個東西 所以 它有點像 用編號 去找到 它的實際上的位置 那有點像 你們有身份字號 警察問你說 你的身份字號幾號 他就知道說 你是誰了 OK 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去有個對應的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我們會把每一個 這個 組長部分 給他建一個ID 那我用正列的方式 所以這邊我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整數的正列 好 整整數正列名稱叫 MJID 裡面的話 就是我把所有的ID 放進來 OK 其他的話有P P的話 預設值從第0章 所以是從0開始 那總共幾章的話 就是取得 總章數 那等一下再來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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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